嘿大家好,我是Kelly,我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济 我住在Sarasota,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 这里的Ciesta Beach是多年被评级为美国最好白沙滩城 Sarasota由美国十分学校 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来此定居生活工作 Sarasota都是著名的美国最好的退休城市 2021和2022全美国统计数据 佛罗里达州是嵌入人口最多的州 高性价比房地产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州投资者 大家好,今天是4月28号,星期日 2020年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佛罗里达州的Market Watch 新房源是7天的,数据是10287 涨价的1410 降价的啊,降价的11464 比这个数据大,对吧? 降价的还是蛮多的 Background Market 2376 卖的6303 过期的957 出租的1053 判定9378 Temporary of Market 709 测调的732 这也是撤销的 1416 OK,我们再看一下三天的啊 三天的房源 新房源5387 涨价的561 降价的4974 这个数据比这个小 周末,说明周末 新上市的房源很多,对吧? 刚才这个数据比这个数据大,对不对? 这个数据比这个数据大,对吧? 所以说三天就是周末 上市的房源非常多 降价的4974 Background Market的1136 卖的2963 2963 过期的577 出租的 出租除去的461 那么判定的啊,成交的 成交的再说一遍 成交的 不代表能够 彻底的过户,OK? 不一定 它被过户 因为在这里都有几个 contingency 最普遍的 contingency是 financial 然后就是inspection 那么不同的房子 会有不同的情况 也许会有 哎,我要把我的房子卖掉之后 我能,我才能 买你的房 就是说买方 如果有这种条件 那他卖不掉他的房 他这个房也买不成 所以 所以 卖方 不轻易接受这种条件 所以呢 他买方一定要想办法 我有一个案例 就是 对方就是 我们这买方呢 就是 他做bridge loan 没做成 所以 头一次 我有这样的情况 买不成房 但是啊 是白人 都是中国人 不会有这种情况 没有 我从 开始2006年 开始做地产经纪 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情况 第一份 这是个白人 而且是退休的 所以呢 很难看 很出乎意料 太多公司也没有经历过 太多这样的case OK 反正呢 就说 每个人的情况 不同 70多岁的人 居然 代表来管bridge loan OK 所以说啊 就是说买房 它的contingency 这个呢 因为 绿子楼建议 他不要做contingency 否则人家不接受 你的offer 你知道吗 但是 贷款方面的经济 也给我这个买房 打了保票 说通过 可以approved 所以跟你讲 好的贷款经济 他真正给你approved 那是真正成功 这个他给你approved 然后没过户 贷不出来款 所以呢 跟你讲 有不同的情况都会发生 那么 这个啊 跟大家又说这个 这个回过来这个话题 判定的不一定 全部能过户 OK 好的 这个呢 判定4277 然后这是5300 上市的房源 比判定的多 就上市的 这个这个inventory 很多 OK 降价这么多 然后 你再来看20小时的 新房源 457 周末啊 这个时候 已经周末的晚上 这个多数的人 都不这个时候 蹬出来 但是也有个别情况 有不懂的经济 就给你周末晚上 礼拜一 他成为新房源 那么 所以说啊 要想卖房的人 找着好经济 会给你 真正能把你房 卖出去 但也有很多经济 各有专攻 他专门对 哪哪哪种 买房 他专长 有些人 卖房 卖房的时候 他也有 他一系列的经验 他能帮你卖出去 啊 这样子啊 我们楼下 有一个 判定了 然后backer market 之后 人家你很快卖掉 我这个邻居 还没卖出去 所以 这个 卖房买房 都有 都有技巧 OK 那么来看一下 新房源 20小时457 涨价的43 降价的526 降价的 多于 新上市的房源 在周末啊 在周末 20小时之内的 有些周末 经济了 还有卖房 他有时间 回过味来 邻居们的房都卖了 他的房没卖 他要考虑 周末的时候 夫妻双方 家庭开会 决定要降价 所以呢 他 知道他的标价太高 就要降价 在周末的时候 考虑成熟了 跟经济一说 经济 就把价钱降下来了 backer market 160 sold 这个数据估计是 周五 周五的时候啊 周六 绿子楼也不上班 是125 这次更新的数据 expired 96 least 49 pending 726 这个数据最大了吧 看见了吧 这个526 这个是450 所以说 pending 在周末的效应 周末 大笔的买卖 双方 进行 好价还价 然后周末 经济 很多经济啊 就把当天 就把这个数据 变过来了 不要再 让那些买方 在make a payment 不能了 一旦判定 那个方就不能看了 OK 经济就 拒绝 让买方经济 再看房 不能再看房了 但是可以 接受 backer offer 有的时候 也可以看房 因为 他告诉你了 已经判定了啊 你要看 也可以 我们这个判定了 我们还接受 backup offer OK Temporary offer market 48 We draw 32 Consult 76 好的 今天我们就看一下 7天 上市的房源 有哪个值得关注 学区房啊 在Penbill School 这个 总面积2148 1962年的房碉佬 但这房啊 大家来跟我继续看 两个卧室 两个卧室间 58万 要价58万啊 呃 等在市场两天了 这没有物业费啊 停船 停房车都可以啊 这个 就是这个 A plus Reeded Pineville School 看见了吗 A plus Reeded Pineville School It's nearby Crossed the street 这房的地挺大啊 0.36 它在corner lot 来 我们去看一下照片 没有物业费啊 停房 停房车都可以 另外学区房 58万 便宜 为什么 地这么大呀 三分之一亩 来我看一下啊 两个车库 对吧 那是两车库 两个车库啊 看一下照片 前面没有大的 Oak Tree 是这种啊 Pound Tree 这种树 这种树比较值钱啊 这Royal Pound 这种树挺好 它加进门前 这树可以 这个Dryway 看不出来什么 好像石灰 它刷了油 前边有这个椅子啊 这个椅好像是Tick Wood Tick Wood 就是不怕水焦 不怕雨 它加这个灯啊 棚顶这个灯进行的更新 这样的话进去非常明亮 门也可以啊 有个窗户 这儿好像是新装修的地板 这儿有个 Sliding Door Closet 这个Window 好像是新的啊 卫生间可以更新一下 这些都是老式的砖 这个啊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换也行不换 也没有问题 也是可以住的 学区房没有物业费 值钱就在这儿 还有D比较大 就是三分之一亩 大一点的这样一个 Corner Lock 厨房啊 看见厨房可以 Applyances 然后这个 厨柜 看样子都挺好的 好像进行了装修 这个Train也挺高的是吧 装修了这个 这个窗户 好像是更新了 我们就不读那些文章了 但这个比较便宜啊 这个比较划算 没有物业费 你停个床 停个房车 这个是新的 这个更新的 这个卫生间啊 窗好像都新的 这个卫生间也进行了更新 看见了吗 都进行更新了 这划算58万 在学校附近 买一个这样的房 不错啊 Honallow的还是 没有物业费 离哪都近啊 离海边也近 好的 这个房 坚决推荐 OK 强烈推荐这个 这是无敌海景房的啊 62万8不贵啊 两个卫生间 1368平方英尺 物业费稍微高一些 海边的房 物业费都比较高 那你这个要出租的话 一个月能挣5000块钱呢 5000块钱的 这个出租的费用 一般 是这样 现在涨没涨过 这是大概 三年前的价钱 现在也涨到 7000 8000了 看一下它的湖景簿 海景啊 这个窗户啊 这有天窗 明亮 地砖 然后这边是 可能是 Vinoplank这边 海景啊 漂亮 橘顶高啊 这次好像是二楼 这个顶非常高啊 顶风扇 非常airly airly 看这个湖景啊 这个阳台挺大的啊 好像是有窗户 sliding door see sliding 这个有窗户啊 无敌海景啊 这个便宜啊 这个太便宜了 卫生间装修了 对吧 装修了 这个颜色跟海的颜色 差不多 这是 它这个搞的 可能是隔音的 这种板 贴上去的 这是另一间卧室 它就当了办公室了 看样子 对 这是办公室 这个被证件也装修了 resize the lights 这个也是拉门 这个sliding door no frame 这房 ready to move in nice 看这屋地海景 真的划算这个啊 它就在这 然后可以吊吊鱼 可能来看一看 对啊 这不是peer吗 能出海 有这个slip Elican Cove Gated Community 这房便宜啊 游泳池 这确实便宜 再还有散步的地方 打网球 Dogwalking the base Basketball court area 图书馆 library lovehouse 这在二楼 280 这号号8 有个8 所以这房不错啊 这个房不错 是不是55家 看一看 不是 不是55家的 物业费高一些 这个啊 像在海边 要海景的 这个房不错啊 Bay Harbor Front Boat Slip Canal Front Dog Fishing C小区的活动 多 怎么能够钓鱼 啊 这个waterway water access 24小时盖的 这是有门位的 谁进去 都知道是去谁家 这个小区绝对安全 物业费 这个物业费 包括 Common Area Taxes Common Community Pool Maintenance Exterior Exterior Maintenance Grants Manager 这个啊 可以 这个 进去就可以出租 这没有要求吗 你看 Number of Ownership Years Prior to Lease 在进去就可以出租 这个便宜 是吧 62乱8 啊 这个强烈推荐 给大家介绍这个房 2002年的房 49万 2031平方英尺 Single Family Home 两个Car Garage Tile Roof 物业费还便宜哦 277罐歌草和用词 所以这个还算可以 Gated Community 看一下照片吧 Tile Roof 挺好的 前面有个树 还有些音量 这个是Mature Community 这只拱形的窗户 这个房 看样子 还是不错 地砖 这个进行装修了 这种东西装修的挺漂亮 是吧 Found loading 这个是什么 哎 装修了 但它不是大理事台面 这个 这个Cabinets 客厅 厨房 饭厅 还有这个啊 装修了这个 装修的这小边 它进行装修了这个啊 房间装修了 然后 有一个小Lanai 办公室 也许是Murphy Bed Nope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 办公室 这个主人 主卧房 Tracy Lin 主卫 Shower 这是另一个房间 墙 锡顶扇 地毯 挺大 这房间挺大 这卫生间可以 卫生间有这个 这个窗户啊 明亮比较好 Lanai也挺大的啊 有个电扇 有个Resize的Light 这是原来的 还是它后装的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啊 亮它 然后物业 负责打草草 这就简单 很麻烦 嗯 洗衣房 带这个Lanai Tap 带个水池子啊 车库 这家 防飓风的啊 这车库 这个 这个 矿子这个 矿子多 就是说防飓风 哦 车库里有个电扇 这家弄得挺好 过日子啊 就在车库里待着的时候 还有风 啊 有风扇 这个挺过日子 有的时候 他可能在这里干活 这挺过日子 挺好 外边 没有邻居啊 后院没邻居 有一片树 也挺遮阳的 所有这些东西都物业管 这也减少麻烦 我觉得 我割草 自己本人割草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割草机 不在乎 你那一会儿就割完了 主要就是坐在车上 Riding mower 那样的话呢 就是说周末的时候 哎 多个风 开上车就走了 游泳池 这是gated community啊 所以比较安全 这个49万 挺好的 上市四天 这个强烈推荐 距离高速也挺近的 去哪都方便 在市中心 在离Berage 离I-75都挺近的 强烈推荐 大家推荐这个房 0.32 acre 这个地比较大 三分之一 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泳池 都是地砖 这个兰奈比较大 都装修好了 看这样子 干干净净 大理事台面台下坟 这个好像是Maples Solid Wood Cabinets 这是卫生间 这是另一个卧室 洗顶扇 衣帽间 卫生间 车库 有洗衣机 荒干机 这是Lanayla 然后有个风扇 在这儿可以把食物送过来 还是把它 这个窗户都拉过来 好像是 这个是拉门 然后这个地方挺大的 这儿可能再粉刷一下 还是洗一洗 擦一擦 然后 这块是什么意思 这个尺砖坏了 还是 这个地儿什么意思 然后很大的游泳池都围起来了 也许家里有狗 不让狗进去 这棵树也许会 对这个游泳池的干净程度 会有些影响 对吧 掉树叶吧 这家游泳池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房啊 游泳池非常大 可以游 这个 可以每天在这里运动 强烈推荐一下 0.32的Lot 和大家介绍这个New Home啊 2020年的啊 2020年改的啊 55万 1789平方英尺 没有物业费看见吗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于新房来讲 多数都在开发区域里头 一个小区里 所以都有物业费 那么这个 你停个船啊 停个什么的 停个房车 没问题 0.17的老头 可以0.17 但是 你就这个价位 你在市中心呢 买这个房 看一下它 地砖还是 Wyno Plank不知道啊 大理事台面 然后Resize the lights 非常明亮 厨房 新窗户呢 是肯定的了 新盖的房 一定要impact window 都是新的啊 这都是新的 所以这房间啊 地毯 卫生间 大理事台面台下盆 这个是office 一个小的空间office啊 这个 另一个空间 另一个office 这个是一某间 不是这个洗衣房 这地应该挖二口 然后 加上那个 这个launcher tab 后院是这样的 没有蓝奈 没有什么 这是个french door 但是这个基础 它是新房 它在市中心 没有物业费 没有物业费 啊 这样的房啊 地点 比较好 看来离这个挺近的啊 离UTC帽挺近的 离沙滩越近 在市中心这个 白沙滩啊 白沙滩 一样的白沙滩 这个房啊 推荐因为没有物业费 新房 没有物业费 停船 停房车 你就避免 就避免了物业管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强烈推荐啊 这个强烈推荐 很难得新房 没有物业 没人管理停房 停房车的事 所以 间接推荐这个啊 和大家分享这个啊 Sarsault County 然后呢 这个是499900 1888平方英尺 在一个小区里啊 它这个物业费是 20块8毛3 房还算行 1995年的房 俩车库 322 有个湖景啊 重要的是 所以这个房 还是拱形的窗户 这个房 0.2的Lot 所以这房还挺好 就这两张照片 呃 0.20的Lot 物业费比较便宜 价钱也挺好的 有个小湖景啊 所以这个呢 也得大家推荐一下啊 不到50万的一个房啊 这个在 728 heated 就是有空调的啊 总面积 1202平方英尺 物业费 170 这算便宜的啊 像在佛州呢 短期的在这居住 但这个它没有写 land is owned or not 这次全部都进行remodel了 咱们来看一下照片吧 有一个carport 这都是metal啊 底下这都是空的啊 这都是骨骼啊 它都 mobile home是这样的 不是 real estate 它是属于personal property 所以有些这个地块都是租的 不是 真正拥有 这个呢 没有写 我读了半天 这个没有写 这个land is owned or not 但是全部它都进行了装修 你看 干干净净啊 地板啊 搞得还挺好 两个人住在这个 俩卧室一个卫生间 这个 mobile home也是可以的 它太便宜了 对不对 卫生间都进行了装修 所以呢 想住在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种选择 啊 这么空调嘛 说好多东西都进行了装修 这是一个shed 应该是啊 储物间这个 你东西要太多 再买两个 做一个大一点的储物间 对不对 这是储物间 也可以买在 Costco啊 Home Depot啊 都有卖这种小的 这个储物间shed 叫做 如果你加大这个lanet 是否允许 这有电线啊 这件 电线杆子的 这个电线杆子 这个是个缺点 但是 居住这么便宜 10万块钱 一个月交170块钱物业费 你就居住在美国 白沙滩的一个地方 啊 也是一种选择 好了 今天 就挑选出来这么多 呃 供大家呢 仔细看一看 哪个是个你 我发现 我发现 好多都涨了价了 年初的话 二三月份 确实挺便宜 现在价钱 涨起来了 一些比较好的房源 已经 这次没有 下次会不会有啊 我们都拭目以待 好嘞 我们下次再会 Good night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评论 下次再见